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一起美食探店的时间了 今天我出差来到东京都港区的六本木 到的时候呢,天色已经比较晚了 可以欣赏到这里的夜景 晚上的六本木颜值才是巅峰 现在我来到的是位于六本木新城里的某一家西餐厅 店里的客人是以在附近工作的欧美人为主 他们在这里,与其说是来用餐 更多人可能则是处于社交目的 店内昏暗的灯光呢 使得我不得不将相机的ISO提升到了12800 今天选择这家店的目的呢 只是想放松一下工作了一天的自己 因为欧美风格的店没有日式那样的拘谨 先点了一份橙汁 这个是今天的披萨 因为菜单里面的主食 除了披萨好像就没有其他可以点的了 看到他们还有羊肉串 出于为了比较和中式羊肉串的区别 今天就想要尝试一下 他的一碗羊肉串一共是两串 肉都切得比较大 附赠的调料呢是一小碗辣酱 依然是每次都喜欢把肉取下来 一块一块地吃 尝了一口 肉的个头比较大 这也导致它很难咬碎 它提供的小碗辣酱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偏甜的调料 因为刻板印象告诉我 欧美料理几乎都是偏甜的 结果呢 它的这个辣酱还真的是很辣很咸的那种 因为没有自然所以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好在呢 它给的辣酱还是比较的给力 沾着辣酱的肉串也挺好吃的 环顾了一下四周周围的客人们基本都是以喝酒为主 一个酒杯几乎就是他们今晚的全部 接下来这个就是今天的主食 登上来之后我发现它的量比我想象当中要多很多 甚至可以说两个人吃这一块披萨都够 它的口味是芝士口味的 里面放了不少的火腿以及西红柿 这家店的位置很高 通过它巨大的窗户可以俯瞰六本木周围的夜景 甚至可以是很清晰的望到东京塔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美食探店节目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